是包子看电影,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小笼包电影 今天包子要给大家讲一部 由真人真是改编的十岁小女孩被陌生男子关在小黑屋里 当奴隶和情人养了八年的惊悚电影 娜塔莎出生在一个并不怎么和睦的家庭 这天她和妈妈吵架了 在被妈妈打了一巴掌后 她赌气离开家里 她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小小的举动成了她八年噩梦的开头 旁边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一个陌生男子 强行把她抓上了车 等她再次醒来 她已经被关在一间狭小的小黑屋里 娜塔莎看着这间小黑屋 往前走六步,往后走六步 往左右只能走四步 这就是这间小黑屋的面积 她开始想念刚吵完架的妈妈 她祈求男子念睡前童话给她听 求她像妈妈一样给自己一个晚安稳 企图欺骗自己 一切还是跟原来一样 她也并不知道 有同学看到了自己被绑架 现在电视正播到自己被绑的新闻 她的父母正为她伤心难过 她只能每天数着日子过 甚至写了封信给爸妈 让男子给她传递 可尽管她表现得很温和 甚至每天给她讲故事 但她本质上就是个恶毒的嘴巴 她撕掉了那封信 开始洗脑那他啥 你的父母根本不在意你 只有我才能让你活下去 你要听话 听话 再听话 六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纳塔莎生活在被保险柜挡住门的密室里 保险柜又位于地下室里 她已经半年没见过太阳了 期间曾有找她下落的警察上门查放过 但他们甚至没发现有个地下室 而纳塔莎的情形越来越糟糕 这个绑架者开始变得暴力起来 有一次她想骗她带自己去看医生 用牙膏和番茄浆假装自己伤伤 可她揭穿了她的谎言 并且勃然大怒 一连死天没给她东西吃 纳塔莎无奈地求她施舍一些食物 而这似乎让她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来使她听话 整整四年 纳塔莎只要稍不听话 或者做得让她有一点不满意 她就会饿她几天让她听话 纳塔莎变得异常瘦弱 这之后又过了半年 十岁岁的纳塔莎第一次来月经 她恳求她让自己洗澡 害怕纳塔莎的血液站在椅子上 留下她的DNA痕迹 绑架者答应了 这是她四年半以来 第一次走出这个小黑屋 第一次见到太阳 可绑架者怕她逃走 非要看着她洗澡 甚至她的一根金发掉落在她身上 她都能恼羞成怒 把她的头发剃光 半年后 圣诞节到了 她送了纳塔莎一个随身听和几本书 她忍不住想念自己的家人 而这再次惹怒了她 不仅再次向她洗脑 她的家人早就忘了她 只有自己才是她的一切 还给她改名为威威安 不准她再提起以往的任何事 包括家人和她原来的名字 最后还变本加厉的不让她穿内衣 让她做各种各样的粗活累活 稍有不满意 就对她进行暴力殴打 就为了让她彻底变成自己的奴隶 让她满身伤痕 不敢向人求救 也为了让她累到没有力气再逃跑 纳塔莎14岁那年 她甚至强行占有她 只要她稍微流露出一丝逃走的情绪 她就实施殴打和恐吓 把她关到下水道吓唬她 纳塔莎的精神一度崩溃 她想到自杀 把可燃物扔到炉子上烧 吸入浓烟 就在她快死去的时候 本能的求生意志又让她灭了火 有时一年过去 纳塔莎慢慢习惯了听话和讨好 以最快的速度和无可挑剔的服务 为她每天做饭洗衣 她终于松懈下来 开始带她出去了 虽然她随身带着枪 威胁她别想逃走 但能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 这让纳塔莎感觉到自由和快乐 她假意顺从 实则每时每刻都在想办法逃走 七年零八个月 绑架者带她去滑雪 她假装去上厕所 实则向陌生女人求救 和女人并没有理会她 这次的失败 很快就被在门外结实的绑架者发现 她再次被痛打 第三千零九十六天 即八年零四个月 纳塔莎为她擦车 趁着她打电话的间隙 从一世没锁上的门那逃了出去 当她说出那句 我就是被绑架了八年的纳塔莎时 她知道自己终于得救了 警察帮她联系了父母 自从她失踪后 日夜以泪洗面的妈妈 看到这个已经十八岁的陌生女孩 紧紧地拥抱住了她 而被统架的绑架者无路可退 选择了卧鬼自杀 这一场八年的噩梦终于落幕 影片中由二地里女孩 纳塔莎的真实经历改编 她将自己的经历编写成了书 在2010年出版 引起了轩然大波 书中完整记载了这八年的苦难 为此她遭受了不少非议 有读者怀疑她书中内容的真实性 好在这八年里 她把每一次被绑架着伤害殴打的次数都记了下来 而这些记录成了她言论真实性的佐证 希望流言蜚语不要再伤害这个无辜的受害者了 纳塔莎能在八年的身心双重折磨中 依旧向往光明和自由 并且有勇气逃跑 无疑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如果你是纳塔莎 你能坚持多少天呢 最后我都看到这了 不妨关注一下小笼包哦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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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